海随王漫画1094画的高星拳图已经更新 本画标题为科学防卫武神阶加尔西亚萨坦圣 剧情紧接上一画的内容 阿特拉斯把和平主义者的控制权限读过来后 岛上的局势瞬间发生了翻尖覆地的变化 听从了命令的和平主义者们开始不断对海军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贝加旁克乘坐着贝加坦克也冲了下来开始寻找玻璃 因为山智对于女人拥有着异于常人的眼神 不然她很快就发现了玻璃所在的地方 考虑到贝加坦克的速度有些慢 不然速度比贝加坦克还要快的山智立马先行一步离开了 另外一边玻璃则和海军中将发生了战斗 他使用了一招名为冰死体验的招式 让几名海军士兵产生了冰死的幻觉 之后正当他准备讨好的时候 一个和平主义者拦住了他 一位名叫布鲁格拉斯的老奶奶中将控制了和平主义者 他所吃下的集齐果是能让他操控任何他所席的东西 就在玻璃马上就要被和平主义者的极光命中之时 山智立马当先将玻璃给救了出来 与此同时另外一位貌似是动物系的中将 也对着玻璃继续发起攻击 但山智又快人一步把玻璃从危险当中给倒了出来 之后与贝加坦克等人会合后 他们立马逃离了战场 另外一边黄云和陆飞的战斗依旧还在持续当中 黄云感慨说如果继续这么纠缠下去的话 他的任务恐怕是完不成了 之后他本人立马皇宿朝着贝加庞克飞了过去 而后陆飞也紧随其后开始追赶黄云 这时候岛上忽然出现的一个人让所有人都感受到了一样 此人大喊了一声和平主义者们停止攻击后 岛上的和平主义者们立马听从了他的命令 见此情况后阿特拉斯推断说吴老星很有可能抵达的战场 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地面忽然出现了一个五角轻魔法针 在魔法针即将开始传通的时候海军的大喇叭喊话 大喇叭喊话说岛上所有的士兵请注意 吴老星萨坦胜已经登陆了弹头岛 增加级别以下军前的海军不得指示他 一名海军士兵因为好奇看到了吴老星土星的真面目 最终他本人获得了报仇的特殊待遇 而后黄云看到自己的老板清零战场后 他本人也立马朝着贝加庞克发射了一枚激光 但是不幸的是在距离这么近的情况下他又一次打偏了 最终激光命中回到摧毁云路使得贝加坦克击落到了地面 为了防止黄云继续对贝加庞克出手 陆菲开始急速旋转自己的身体 旋转完毕后巨大化手臂使用了一招名为白心香的招式后 黄云最终被这一招给打的眼睛冒了惊心 而后陆菲本人也因为到达了极限掉落了下去 这时候身为吴老星的土星刚好也看到了这一幕 与此同时贝加庞克等人刚好也掉落到了土星面前 当土星看到贝加庞克开始叙旧说起往事之时 波林忽然回想起来了他父亲的记忆 等到改造父亲的命令全都是这个土星一手操办的后 莫里拿着一把强剑朝着吴老星立马冲了过去 最终反应迟针的吴老星被波林一剑四中后流了些许的血液 两人四目相对后本化也随之结束 简单了解完漫画后说一说本化的几个关注点 第一点就是动物系觉醒的火焰云设定 无论是尼卡路非诱或是罗布鲁奇 甚至是卡库以及最新登场的吴老星土星 他们身上都出现了白色或是黑色的火焰云 可以确定这是动物系觉醒能力者特有的标志性特征 但是专注于动物系能力的百兽海贼团认识一个觉醒者没有 因此可以确定因为新设定的关系故而他们全员都变成了小丑 另外凯头老师到底有没有觉醒观众们也摸不清楚了 因为他的那个火焰云和现如今的新版火焰云是完全不一样的 陶之助本人也拥有着和凯头老师一样的脱轨导火焰云 但这并不代表陶之助也觉醒了恶魔果实能力 当然如果参考海军监狱的预图说来强行解释的话 那就是觉醒失败的话身上是不会出现火焰云的 只有觉醒成功的能力者身上才会披上厚厚的火焰云 但不管如何强行解释 这个新设定都使百兽海贼团成为了版本更新的受害者 第二点就是五老星土星面对准将级别一下士兵暴头的设定 为了提高五老星的低格 鬼天老师魄力在海贼王漫化来了一个暴头的血腥场面 当然这种凄惨的待遇只存在于路人角色 有没有性的角色百分百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准将级别一下的士兵不能支持五老星土星的设定 这个判定标准到底是以军衔为标准还是以实力为标准 如果是以实力为标准的话 科布拉明显没有准将级别实力 但是他看到五老星土星后并没有暴头 而后背下旁客也没有准将级别实力 但是他支持了五老星后也依旧啥事没有 如果是以军衔为标准的话 那么五老星土星的这个能力那可就太变态了 因为他要想杀死一个人的话 只需要给对方赋予一个准将级别一下的观止就可以了 至于土星的这个设定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能由拥有最终解释权的伟田老师之后来说明了 好了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我是阿金我们下期再见